就是过去迷信的时代里 封建政府为了解决伦桥一直垮掉的问题 使用了活人献祭 莫迈在桥的地基之下 让他们的灵魂来守护这座桥 儿歌是小朋友最早接触的音乐 简单好奇的旋律 搭配勤快的节奏 是童年生活里最简单的快乐 但是长大之后只是阅读儿歌的歌词 突然会觉得自己小时候到底听了些什么 再次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 却再也找不回童年的记忆了 大家好 我是希哥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童年儿歌的黑暗秘密 伦敦铁桥垮下来 是几乎人人都唱过的儿歌 还可以搭配游戏玩 一直到长大之后 才知道在英国真的有一座伦敦桥 而最早古罗马人就在那里搭过木桥 后来经过不断改建 现在的伦敦桥 则是1973年通车的混泥土桥 这首歌早在17世纪就广泛流传了 歌词中不断重复着伦敦铁桥垮下来 就是在说伦敦铁桥是真的很容易垮 由于伦敦桥横跨了英国最重要的河运通道之一 泰吾士河 所以使用量非常大 加上战争的波及 所以伦敦桥从建成到现在 已经经过了非常多次的修整 人人都想要伦敦桥安全又坚固 奇怪的是 这首儿歌却有种非常想要把桥唱垮的感觉 后来19世纪的民谣学者认为 这首儿歌的内涵 其实隐藏着阴谋润 这是过去迷信的时代里 封建政府为了解决伦敦桥一直垮掉的问题 使用了活人献祭 莫迷在桥的地基之下 让他们的灵魂来守护这座桥 这样的歌词内涵 加上搭配这首歌的幼儿游戏 两个人搭成铁桥的形状 然后在唱歌完之后 抓住最后跑最慢的小朋友 简直让人不敢再玩这种游戏了 这首英文儿歌只有等待四句 但却唱出了一起美国最骇人的四季悬案 这首歌的翻译 哈喽大家好 我是马莲姐 这里是VS Media 想让更多人看到你吗 欢迎赶快来投稿哦 是这样的 立茲波顿拿起斧头 看了他爸爸40下 当他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他看了他妈妈41下 7月1892年 美国马州小镇富豪安德鲁波顿 与他第一任妻子艾碧波顿 被斧头披的面目全非 倒在血脖之中 而第一发现者 是二女儿立茲波顿 他很冷静地找人来帮忙以及报警 但他也提不出完整的不在场证明 更因为表现得太过冷静 被认为是妥好嫌疑犯 不过案发现场却找不到确切的证据 证明立茲的罪行 跟在参考了许多证词之后 家里的仆人 可人 也难以摆脱嫌疑 加上当时的见识技术不发达 这起案件又非常迅速的震惊了左邻右色 波顿大宅集满了邻居 医生 记者 所以案发现场在警察赶到之前 就已经不再完整了 这起案件中 李子究竟有没有罪 都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西哥也想来做一集 跟大家仔细地讨论 总之 额根内容虽然不能被当作检方定罪的证据 但到底其中含有多少真实性呢 一想到天真可爱的孩子们 用纯净的赏音 藏这首歌的时候 真的会觉得非常的诡异 《通过吧》是日本非常有名的儿歌 由于歌词的内容已通过作为主题 所以许多地方的交通号制 也会以这首儿歌 作为过马路的提示音乐 这首歌在日本也搭配 类似伦敦铁桥的游戏 借此教导小朋友们过马路的时候 千万要在歌曲结束前通过 不要被困在中间了 看似非常可爱又富有教育意义的歌 但歌词里反映的却是 过去粮食匮乏的时代之下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人伦悲剧 传说在过去的时代 由于粮食缺乏 小孩不像大人们一样耐得住饥饿 甚至许多小孩很小就会饿死 而父母不忍心看着他们活着受苦 便把小孩子带到深山里 一方面减少吃饭人口 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他们早点投胎 别在穷人家里面继续过着苦日子 歌曲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讲的是通往天神所在之处的小路 也就是山里的神社 而目的就是要庆祝孩子七岁生日 歌词写道 去的时候很开心 回来却很害怕 就是暗示 孩子们因为以为要出去玩 所以十分开心 但亲手解决了自己孩子的父母 在回城时就会觉得很恐怖 第二部分则讲述着通往鬼神大人所在的小路 是为了孩子七岁寄日而来的 虽然感觉悲伤恐怖 但还需要通过 因为父母亲还是希望他们最终能投个好胎 沙将也是日本有名的儿歌 后半段的歌词也渐渐演变成一个非常可怕的都市传说 这个名叫沙将的小女孩 在轨道意外中被碾到了下半身 而且由于当时气候十分寒冷 沙将所受到的痛苦没有办法马上结束 而是在轨道边缘挣扎了很久之后 才咽下最后一口气 这个故事反映了刚刚开始现代化的国家以及地区 许多人不明白火车的危险性 在铁轨上发生的意外事故非常多 像天桥上的魔术师 小布脸哥哥的遭遇 也反映了当时许多人 都遇到了火车事故 话说回来 铁轨多是传说最恐怖的地方 在于铁轨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过世 只知道自己失去了下半身 所以会去找人所讨自己消失的下半身 青天娃娃也是来自于日本的传统文化 相信大家一定都会在校外教学前 制作青天娃娃来祈求青天吧 现在有许多歌手以青天娃娃作为主题创作 不过这首日本儿歌 这样的故事可没有这么容易 想要改变天气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青天娃娃的日文直接翻译叫做擒天和尚 而这背后的故事是在日本天皇还有极大权力的时期 当时日本已经一连下了很多天的大雨 到处都在淹水 有些地方的农作物 动物都被淹死 甚至有些地方发生了洪水 冲走了许多人 于是天皇就命令当时得高望重的高僧来祈求青天 一开始高僧准备了许多贡品要献给天神 所以歌词前半段 就是唱着如果能放晴 就会献上好酒礼物 但最后一段却突然开始雨带威胁 说如果没有办法放晴的话 就会脑袋搬家 而高僧的法术最后失败了 天气并没有放晴 天皇就将高僧吊起来 因此高僧的头上被包了白布 吊在高台上 最后弃绝身亡 但没想到在他咽气后 天气竟然放晴了 因此以白布包着一个圆球体 划窗框上的晴天娃娃 就这样被当作起交放晴的象征 听完了这个故事 你还敢教小朋友们制作晴天娃娃吗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影片 请不要忘了帮我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上传的通知哦 如果有想听的主题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是一个我会努力制作的 我们下次见